2023台湾文博会即将于9月22日开幕 其中主展场以打开空总为设定 结合AI科技艺术 让民众参与空总重生的过程 更首次以古迹修复中的工地音架 巨大双马戏棚 以及科技装置 带入表演艺术会演 打造国家级的文博会 透过博览会最重要的目标 来整备整理北台湾最重要的空总 以及铁道博物馆 我们想把这两个场域打开 打开之后其实让创作者进来 以野生台湾文化物种大发现的这个主题 让很多创作的特有种 以及他们所独特代表台湾文化魅力的作品 可以在这几个园区给开展开来 我们其实特别打开了更宽广的光谱 例如是说我们有很艺术性 很有创作性的世界跟表演艺术一起进来 也有很多IP应用面向 比较属于传统文创产业这个进来 所以我们其实在思考说 在打开这个空总这个场域 可以让更多创作者 回归到他们创作的初衷 回归到找到创作的能量 以及找到文创产业的应用 我们把光谱打开 让所有的创作者可以找到 最有创造力的部分 也可以找到跟市场对话的部分 所以这大概是这一次筹备 可以有这么丰富多元内容的一个方向 空总部分的亮点 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大家来 走进来 走进来可以看到在空总的 从既然路右手边就有一个工艺 跟竹篷的跨界的一个作品 而一走进来 可以看到福卡的马戏棚 而且是两顶马戏棚 承载了台湾非常多元的创作者 在里面做表演 而且这些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第一次实验 在马戏空间 如果这样子实验性质 可以带到全台湾各地方去 表示这将是一个台湾的 移动的表演厅 那在右手边 你可以看到整个工地的音架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会是工地音架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场地的优势 用文化科技的创造力 把这个场地的音架的劣势 变成是一个最好的优势的创作的作品 所以让大家不会觉得走进来是工地 而且反而是有一个 古迹维修中的工地的作品 反而会变成是最大的亮点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要特别谢谢许多设计师 跟创作者 他们的脑袋 跟他们的创造力 可以把工地的作品 变成是一个最大的代表作品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 空总最值得参观的 那除了这些比较表现性强的 其实还有艺术银行 然后也有洞2.0 那还有主题馆 那还有打开空总 我觉得空总值得来两次三次 都还是非常的有趣 今年文博会从旧空总出发 延伸至国家铁道博物馆 松山文创园区 华山文创园区 以及花博珍宴馆等五大文化场域 其中整建中的铁道博物馆 以暖伸展的方式呈现部分场域 唤起民众共同的铁道记忆 在这次的文博会里面 我们开放的范围大概是这样地图的所限 大约我们开放了2750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首先这个大概是讲铁道文化相关的部分 铁道民应该会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们会在场内提供 在台北市区难得一见的铁路的乘车的体验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 这个是做我们一天会开 大概22班车左右 其他我们会跟铁道有关的包含铁道的电影 铁道车辆的实地的展览 以及我们会在文博会中间贩售 文博会特定的铁路便搭 另外我们跟着文化之间的一个融合 我们跟着电影 跟着一个劳动的精神 跟着我们原来铁道博物馆 厂掌市 副厂厂市 会议市的实地的一个样貌 我们恢复一个建立场 我们欢迎大家来我们的铁国来参观 那这样的一个体验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 铁道文化资产的魅力 而且我们透过文化的展演的方式 用着创新的手法 来呈现铁道博物馆的一种有趣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活的铁道博物馆 一个概念的古迹场域里面 我们欢迎大家进来 来漫游属于台湾专属的铁道文化 那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在首都台北 基本上用了文化走线的思考 文化走线都几项 从过去 大家期待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可以拿开 给大家看的铁国 到这二三十年来方中发展的 因为城市的转型而产生的花山跟松烟 那也看到了过去 文化整个 IP授权都举办的花博 那一起一个过去 曾经在这边都多多少少有很多活动 可是都还没有让大家真的感觉 是不是有真的是要启动它 还有空中 所以我称这一次 希望说能够把这五个场景串联起来 一方面我们会希望说像铁国 能够给大家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认知 一个开向 我们这么多年来的铁国到底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步 除了台北主展区文博会还串联台湾博物馆 台湾历史博物馆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以及热兰浙博物馆等作为副展馆 让各地同时分享文博的魅力 2023台湾文博会将于9月22日开幕 展出至10月1日为期10天 五大主展区五个副展馆 十大亮点 邀请大家一起打开探索的眼睛 看见台湾文化新物种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公司作与当委员